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喜欢吃辣吗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韩式的 一个是凉拌韩式的黄豆芽 还有一个是韩式小黄瓜 到底它跟台湾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不一样的国家 它做的东西 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口味 我们邀请到的是嘉宏老师 哈喽 主持人你好 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老师看到这个辣椒就觉得 整个那个唾液腺都分泌了 这个就是韩式辣椒粉 所以韩式没有这个就不对了 对 好 所以老师你今天一个节目 要教我们两道菜 漂亮耶 你看观众朋友看到就觉得有福了 我们这段时间里面 可以学到两个东西 这段是他们韩国的家常菜 家常菜 家里都可以自己做 而且你把它做好之后放在冰箱 对 菜色不够拿出来 对 烧倒一下 对 就是他们的 他们最喜欢就是配这个小菜来配肉 对 好 烧烤最喜欢 是也是可以 或者是直接拿来吃也都可以 对不对 对 好那怎么做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煮一锅水 先煮水 对 所以一个是切两个都是算凉拌的 对 我这一道是先让它预热一下 然后我先接下来我先切小黄瓜 好 小黄瓜先切 对 因为小黄瓜等一下要是要先腌过 用盐腌过 所以这个听起来你叫做韩式小黄瓜 意思就是跟我们台式的不一样 不一样 对 首先可以先对半 然后中间铺拌 这样子 反过来 是 然后再切 这样比较安全 对 这样子 刀 是 然后再对切 老师在你还没切之前 我本来想要跟你讲 要是我就直接给它拍下去 那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是 那是算是中式的 对 我就在想说我台式的做法 一定是一整条 直接拿菜刀给它拍下去 拍碎碎的然后再去切 对 这样子 所以韩式的 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常常这样子 是 就条状的 条状的这样子 然后待会要腌 所以我们就放到里面 要准备要腌 然后我总是这一份是有五条 其实小黄瓜又便宜又好吃 对 对 又很健康 所以像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一样 我们在家里平常做的应该是台式的 比如说加点蒜头啦 香油啦 那一些的去做 就是做成那个凉拌小黄瓜 对 可是我们今天做的是韩式小黄瓜 对韩式小黄瓜 所以我很好奇 看老师要怎么做 对 所以连切法都跟我们不一样 对 全部都切条状就好了 都切条状 对 不过这样拍下去是它行动比较不规则 不好看 对啦 我自己的想象是比较容易入味 可是你看老师一语就道破 就不好看 你要知道老师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要好看又要好吃 对 所以他绝对不会教我们不好看的东西 对 比如说有些在家里画的课自己拍 他们拍的OK啦 对啦 只是要卖的话就不建议 对 没有有时候其实也是啦 我们看节目就是要吸取老师的这么多年的经验 对不对 可以观想 好 所以我们做东西出来除了要好吃这是一定的 然后一定也要变得好看 对 这样我们的厨艺才有加分嘛 没错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有一些妈妈们做菜会越来越进步 对而且说实在做菜越来越进步 大家盘子全部吃光光的时候 也很有成就感 对 就会比较开心 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喜欢做了啦 如果说是剩菜太多 每次都是我们自己在平剩菜 然后冰箱冰过一次又拿出来热又拿出来热 到后来大家就没兴趣了 干脆去买自助餐好了 对 切 好 所以这个切功也很简单 反正一开饰对不对 开饰就好了 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用拍的没关系 老师说只要你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 没错 然后接下来呢 我放点盐 在这边放一点盐 盐 盐 然后稍微搅拌一下让它脱水 对 那那个小红瓜比较脆一点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盐放那么多让它脱水对不对 那我等一下到底要不要洗掉 要洗一下 稍微洗一下 是 稍微用那个清水冲一下 然后沥干 真的是拌得蛮均匀的 对 拌均匀 OK 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就是让它旁边那个精致一下 好 让它在这边等着 对 让它等着 好 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做另外一道了 对 对 就是豆芽 这个是真的是 我们每次去吃韩国料理的时候 它端上来的小菜一定有这道 对 一定有 这一定有 对 因为这是必吃的 必吃 对 是烧烤店也有 而且是续盘 一直续一直续 因为外面一样一盘也要五十块 小小的这样一叠叠 可是我们如果像这样子买一大把黄豆芽 很便宜 很便宜 这样子在市场 在夜市那个小吃 对 就那边陆陆上桌就卖 都十块钱就一大把 是是是 所以你看那么便宜的东西 我们买回去自己做 哇 变身就不一样了 对 好 OK 那所以这个 水滚了 OK 然后我们就 要下去烫了 那我这里面不用加什么盐啊 油啊 不用 因为等一下我会加任何调味料下去了 是是是 好 对 然后再下去烫 老师你这个黄豆芽都没有变黑是 我有泡水 就只是泡一般清水 泡清水就可以了 所以买回来就是先泡在清水里面 没错 是因为我自己放在冰箱有时候它其实会变黑 会变黑 对 要先泡水 泡水 好 所以这个就让它 对 烫一下 对 然后稍微我们就是稍微把那个豆芽烫一下就好了 不要烫太久 不要烫太久 对 我常常觉得这个豆芽好像煮不烂 所以我有时候 对 妳稍微煮一下 你要煮的那个有点 不要那个太烂太烂那个口感会不好 对 所以我就是想说这个不知道好像跟一般那个绿豆芽不一样 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烫起来的时候就要用冷水冲 冲凉一下 冲凉凉是要等下要背 是 然后到时候就拌一拌其实就可以了 是啊 好 这样大概差不多三分钟 对 这可以 差不多 这不是 这是另外的 好 好 可以撈起来 所以可以撈起来 好 小心 可以撈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用夹的可以 用夹的 有用撈的 就可以了 老师技术好 所以它烫熟了其实它就有点透明的感觉 对 其实我有没烫熟过 就是吃起来会有一点那个 涩涩的那个 涩涩的 对 吃起来好像饱燥一样 然后也不太好吃 对 对 所以不放心你就是烫一烫大概三五分钟 你给它拿一颗差不多 拿一条来试试看 好 然后呢 冲冷水 冲冷水 好 就直接放在这上面冲 那个豆芽的香味出来了 对 其实如果是黄豆芽 黑豆芽 还有就是绿豆芽 我是比较喜欢吃这种 就是大豆芽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有口感 没错 对 这样比较有口感 然后让它精致一下 好 冲好了 让它等一下 滤一下 好 好 关火 关火 对 然后我先等一下 我现在要切的是洋葱 这个洋葱要做什么用 搭配那个 小黄瓜 对 我先稍微卸一下 所以它这个也不用炒过 就是直接下去拌 对 因为小菜它是腌制的东西 就不用去烫锅了 对 稍微切一下 就直接把它切丝就可以了 对 其实洋葱直接凉拌也是一道菜 对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切好了 然后我们就放 放在盘子上 对 准备好 所以感觉上好像我们差不多 快要把它组合起来了 对 所以现在是小黄瓜已经在这边等 然后黄豆芽也烫好 冷水冲过在这边等 对 因为小黄瓜它的那个腌制时间 就会比较长一点点 对 因为它要等到出水 然后我们待会再用 我们先用那个 我刚烫好的那个豆芽 好 我现在要拌 所以我给你一个盆子 对 盆子 所以我们先做豆芽是不是 对 这韩式的豆芽 其实真的还蛮讨喜的 我觉得 对 就是很开胃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 立好了 立开 好 然后呢 就把它 拿走 倒下去 这样有简单吗 就给它倒下去就好 倒下去就好 现在已经完成一半了 对不对 对 好 你看这整个都是透明的 而且有点软 对 对 很香 看起来很好吃 对 好 所以重点来咯 现在的重点来咯 重点就是 我们先加点那个韩式 辣椒粉 其实韩式辣椒粉看起来很吓人 它其实并没有非常辣 我们的那种就是小辣椒还比较辣 对 所以这个当然可以依照就是个人的喜好 对 然后去添加 添加 然后少许的盐 好 再一点点盐 哇 看起来红通通的 对 少许的盐 喜欢吃辣的那个看到红通通的眼睛大概就亮起来了 我稍微拌一下 哇 真的很红喔 对 可是这样子 刚刚那个就是白白黄黄的那个豆芽 加了这个韩式辣椒粉上去 感觉就很有喜气 是啊 对 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吃 喜欢吃辣辣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你看你一听就知道我是喜欢吃辣 因为看到红了眼睛就亮了 是啊 好香喔 那个辣椒粉的香味出来了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韩国的那个芝麻油 芝麻油 它跟我们香油 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 这是像韩国的味道 真的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有一点像我们的黑麻油 很像黑麻油 对 可是我们的黑麻油又太重了 是 是他们的偏方吧 所以这是韩式的芝麻油 没错 然后呢 我现在拿个 给我拿个盘子 好盘子 对 我现在要盛盘 来 好香喔 这个芝麻油厉害喔 厉害喔 非常香 就这样而已吗 对 就这么简单 那真简单 老师只放了一点辣椒粉 然后一点点盐 还有一点芝麻油 对 对 放上去 这个盘子不一样喔 看起来不怎么样的盘子 一放上去之后 把它堆高之后 那个价值感就出来了 哇 哇哇哇哇 一般去韩式的那个料理店 它不会给你这么大一盘 对 大概就是一小叠 对 对 这个啊 可以腌那个稍微腌的 腌那个两个小时的话 会更好 所以如果我一次弄多一点 我就把它放在那个保鲜盒 直接放冰箱 是啊 对不对 每天拿出来吃一点 太好了 对 对 漂亮 OK 就这样子就搞定了 对 然后还有放一点 这里面还有 对 哇香 还不辣耶 对 然后放一点我们的 所以那红色是骗人的 真的不会太辣 还不会太辣 然后放点我们的 我炒过的那个 白芝麻 白芝麻炒过 对 炒过是比较香是不是 香气 然后摆上去 哇这样摆上去不一样了 你看老师就是老师 旁边盘子 弄到它一定要再擦干净一下 是 好 所以我先放旁边 OK 接下来换另外一个吗 接下来我们的小黄瓜 来 小黄瓜上来了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淹的那个 水分出来了没有 有 水分出来了 水分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是要放在 一样 再把它洗一洗 对 好 然后把它倒入 所以这是要把它的盐分 把它洗掉 对 稍微洗一下 好 就冲一下就好了 对… 把它的盐分 让它太咸了 对 OK 好 好 然后稍微沥干一下 所以老师像这样子 我刚刚比如说我拌过豆芽的 这个我可以再拿过来拌吗 可以啊 也可以 只是说那个 会比较不好看 对 对 是不太好看这样子 所以懒惰的人就会像我一样 就想要问一下 能不能这样子 然后省了一个锅子 对 好 OK 然后沥干的时候 然后也要倒这个容器里面去 其实我也只是把刚刚那个 上面有很多小黄瓜跟盐的把它稍微冲一下而已 对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拌了 好 好 第一个 等一下 第一个要拌那个蒜头 这两个等一下也都是要放进去的 对 那要先烫 这个要烫一下 好 来来来 我来烫一下 烫一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只有韭菜要烫 对 小黄瓜不用烫 对 小黄瓜不用烫 那个红萝卜不用 对 好 所以韭菜进去烫一下 再烫一下 这一烫非常快 对 稍微烫一下 让它水滚就好 它比较不会有那个生味 对 韭菜生吃好像有点奇怪 好像没有生吃过 没有 对 因为它汆烫一下就好了 是啊 对 然后涮一下 然后一样 我们一样捞起来 好 捞起来 然后稍微 所以还是要冲凉它吗 要冲凉它一下 好 因为在冷的东西 冷热不能交替 会坏掉 对 冷热会交替 会坏掉 一点点我想说 就给你捞进去就好了 好 不要 不行 老师还是很搞刚的 对 冷热交替是会坏掉的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捞出来 冲凉它 所以不能懒惰 像我刚刚是想要把两个混在一起 老师也说不行 那现在热的要加进去冷的也不行 对 所以 就是说做菜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要注意的那个问题是在说 因为冷热交替 你放的话可能两个小时可能就坏掉了 这样子 冷的话就半冷的 对 一定要分清楚 是 所以老师的话要听 不要太懒惰 跟我一样 想说因为这样子 结果后来莫名其妙做了一堆东西之后 结果坏掉了 那原因就是出在温度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已经 好 冷了 然后把它拌进去 这个如果没有韭菜 会不会少了一个风味 不会 不会 所以没有韭菜也还好 也可以 对 我只是觉得搭配这样子会 口感比较好 比较丰盛一点点 对 比较漂亮 可能我觉得那个口感的层次感应该也会不一样 对 因为两种菜吃起来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然后这是我们的 红萝卜丝 红萝卜丝 对 放进去 好 然后再介绍一下 这先加一点 那这个呢 冬葱也是 对 我先加这个好了 好 我这样说是怕你忘记了 对 这样子 所以原来老师没有忘 它是有它的步骤在 对 好 我这个先下去 辣椒粉先下去 对 这个要多一点点 因为它的那个 我是用那个五条的样子 小红瓜 量会比较大 对 所以就直接戴手套下去拌抓 拌抓 拌抓 这个也是一样 小红瓜也是一样 就是放格又会更好 会比较入味 不过就是老师刚刚提醒的啦 就是温度要一致 冷的就全部都是冷的 对 如果你中间有冷的加热的下去 哪怕你是放冰箱 有可能它大概就是很快就变直了 对 这样拌抓一下那个辣椒粉的味道就出来了 对 其实韭菜的香味也是挺重的 对 然后拌一拌 然后我们的洋葱 对 这个时候洋葱进来 所以这一拌是我们 很多的凉拌蔬菜全部进来了 对 像这样目前为止 这几个东西加起来 其实它几乎没有什么热量 所以如果在控制体重 或者是希望调整一下饮食的 然后多吃一点青菜的 或者是有时候你要带去公司 像这样子的凉菜 其实也带去也很方便 是 也不用蒸 对然后呢 接下来好像都放一点我们的鱼露 这个要放鱼露 韩国鱼露 对 韩国鱼露它跟泰国鱼露又不一样了 对 好奇耶 我再来闻一下看看 韩国鱼露好像没有这么臭 对 对 那咸度呢 先试试看 还是很咸 还是很咸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小红瓜一定要冲过 因为这样子会太咸了 真的还是很咸 对 那为什么鱼露呢 它本身就有咸味了 对 对 不过这个鱼露吃起来 它是真的是 有那个香味 跟韩式或港式的 我觉得不太一样 不一样 就这样子 OK 然后加点糖 少许的糖 加一点点糖 是因为咸度 其实如果有糖下去中和 它会比较圆润一点 对 就比较不会那么死咸 对 比较圆满一点 对 这个鱼 这个蛮香的 很香喔 对 就大胃这样子 它有一点点咸味 可是其实在嘴巴里面 其实它是会回甘的 对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是 我们就要盛盘了 简单喔 感觉 对 要盛盘 这样子也是一大锅了 对 这个我看如果在家里吃个三四天 应该是没有问题 没问题 因为我做的节目效果 我就做比较 比较多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满满的一大盘 漂亮喔 你看老师还是继续抓继续抓 那个盘子都快满出来了 对 这样我看就风生一点 对 所以老师在抓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有稍微看了 就是黄瓜 然后那个红萝卜丝 然后把它叠在上面 对不对 所以把它整个就是堆叠高起来 这个也是一个摆盘的技巧 对 所以总比你拿一个大盘 一摊在那边 其实是会比较好看的 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 等于是两道的这个 凉拌菜 对 韩式的两道凉拌菜 对 所以我们准备上菜囉 来我先试试看这个小黄瓜 对 我也想要试试看这个洋葱 这一口全部中了 很爽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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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吃了好像有那个嚼劲 有一点点辣 很棒 一点点 不是很辣 因为其实我吃辣没有吃得很夸张 可是我喜欢有一点点辣 那这个小黄瓜 因为老师有先水洗过 对 它上面一点点微微的咸度 然后配上一点点轻轻的辣度 而且感觉很中和 刚刚好 这跟我们台式真的不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后来加那个辣椒火 对 对 所以如果你偶尔换一换不一样的东西吃 其实不错 对 那这个豆芽 看起来就油油亮亮的 对 我吃吃看 是不是很开胃 那个 胡麻油 胡麻油 对 麻油 好香 很香 还有那个芝麻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整个嘴巴都是芝麻 因为芝麻的香气也在里面 没错 所以你在咬的时候 除了那个蔬菜的那个甜味跟水分会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带到 会有那个芝麻油的那个香味跟 实际上芝麻老师炒过的那个芝麻 对 的那个口感跟香味 这很特别 这绝对比那个你在韩国料理店吃的 其实还要更棒 而且感觉更高级 然后自己做的呢 不管你要做多少 然后你想要调多辣其实都可以 然后你看做这样子 我看这个可能材料费只要10块钱 对 对不对 很便宜的菜 可是我们把它端上家里的 不管你是要就是在家里当做小菜吃 或者是你要包什么东西 其实都可以 就一次假日把它做起来 可以吃个三四天 可以 要爆冰箱 老师你太佛心了 你看 一集节目然后介绍我们两道菜 一个是这个凉拌的韩式黄豆芽 然后一个是韩式小黄瓜 跟我们排式完全不一样 还有就是 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黄豆 其实它有烫熟 所以它吃起来那个口感 哇 会有那个脆脆的扎实的口感 不会有那个就是生味 所以其实蛮好吃的两道小菜 非常谢谢嘉宏老师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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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